不可能是因為他們一個道歉 然後你們一個切割 就結束落幕了嗎 道歉 值幾個錢啊 連你們都被玩進去了 連你們都被當冤大頭了 不採取行動 絕對會有下一次 有具體的懲處做為出來 那你要要求啊 他如果不照做你們就不補助嘛 欸 啊不然你們不是被人家當作凱子 但是包圍我們還是以選手為主啦 我們不是要去補助他協會的這個運作 我們是以選手的培訓經費 所以你們完全沒有任何的武器 你們只能道德勸說 你現在跟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只能道德勸說 他不鳥你也沒有 你們也沒有辦法 補助還是要照常 你們完全被他們捏在手裡面 所以他早就算好了 所以他們吃定你們了 是這樣嗎 發行的這個TOYS跟土神的這個電競的 找販毒來頒獎的事情 引起社會非常嚴重的軒然大波 那麼我看到教育部體育署第一時間 當然是儘速的切割 表示說這個是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你們的同意掛名的 第二個體育署也沒有補助這個活動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活動的整個的舉辦的過程 你們並不知情 那問題是說現在網路上已經炸鍋了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那麼我們看到上一次喔 也曾經因為0到6歲一起養 這個影片我們也在這邊關切過 當時呢也是影片內容不宜 網路炸鍋 那我們看到教育部下架 最後部長也道歉了 那麼今天這件事情呢 同審也怒嗆了說居然找一個販毒的來頒獎 全網炸鍋 那麼這件事情 雖然體育署已經表達了嚴正的立場 也已經切割說明 但我想第一個想先請教部長跟署長 你們覺得這件事情需不需要向社會大眾來道歉呢 請教部長 跟委員報告 這個事前確實我們並不了解 也沒有參與任何的規劃 那主辦單位 就我所了解到的訊息啦 在第一時間 他確實也公開的跟國人 也包含跟體育署啦 因為本來就沒有貞得體育署的 對 我看到報導說 是體育署要求他們要道歉嘛 那這個部長 那您覺得體育署署長要不要道歉呢 為這件事情 不是啊 我要報告的是說 如果這為什麼在零到六歲國家一講那個影片 為什麼有報告 因為那是我們自己辦理 自己規劃都做的 你們也是發包給那個啊 你們也是發包給家長協會啊 這個不是切割啦 我要講這兩件事情 的差別是什麼 零到六歲國家一講那個影片 是教育部是主辦的單位 是找專業的 是 那這一次 這個是完全是民間的運動的協會 他自主規劃 所以您覺得部長 您覺得署長也不需要道歉 不是啊 這個我們應該表達的是 好 那部長是這樣 但是我要表達的一件很清楚的是說 因為這個電競已經也是列為 體育競技的這件事情 這個是國人關注的 我都知道 部長你不需要再重複了 我了解您的態度 我這是重要 我們也表達的 是是是 我了解您的態度 所以我接下來想要了解的是說 當你們發生 這樣的一個非常離譜 很扯很瞎的事情的時候 那麼除了第一時間做危機處理 做切割 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倒楣 還是會不會覺得自己很生氣呢 我想要請問一下署長 就是說發生這種事情 那你們的感受是什麼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有聯繫電競協會去了解狀況 那我們在第一時間的確 我的確也對秘書長表達非常的不滿 第一個 他怎麼會找一個不恰當的人來做頒獎 那我們所以我們在對外的說明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外宣稱 我們教育部體育署跟運動競技 絕對不能跟毒品化上等 所以很生氣兩個原因 第一個絕對不可以讓毒品來染黑了一個 大家認為應該要支持的一個活動嗎 第二個居然還把你們一起脫下水 跟你們無關的事情還讓你們掛名 我想是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原因嗎 那我不知道署長跟部長 這兩天有沒有上網去看 在生氣之餘有沒有了解整個過程 發生的一個過程 我先請教署長好了 你覺得是不是主辦單位故意的呢 主辦單位他們請這個toys來 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有販毒的前科啊 那他為什麼還特別請他來呢 所以這件事情我想先請教署長 你認為是一個嚴重的疏失 還是他根本是故意請他來的呢 包委員這部分喔 我在第一時間去詢問電競協會啦 那基本上他們的態度就是 他們覺得他也沒做錯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需要辯 不是他們也做錯了 是他們為什麼做這件事 他們一開始可能覺得 你覺得他們是故意的嗎 我覺得他們或許啦 因為對他們整個活動 或許是一個話題 但是我在第一時間告訴他 這絕對不允許 好 因為這件事情 統神是爆炸了 因為你看到媒體的報導 他是說 當時他到現場 要接受這個現場的時候 工作人員有問他說 如果toys到現場 他會不會生氣 換句話說 主辦單位是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而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 所以統神還講說 反正干我什麼事啊 對不對 所以他並沒有表示 可是他說他後來看到 要頒獎給他的人 居然是toys的時候 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喔原來主辦單位要製造一個 大家想要看到的效果 因為他們過去有過節嘛 是宿敵嘛 所以你看他第一個反應是說 喔原來這個是主辦單位 say 好的 要看到他們的效果 然後呢 您知不知道這件事情的流量有多少 網路上的流量 報告員 基本上我在發生事情 當晚就已經去店了 我也告訴理事長 這個一定 這個事情的流量 高達你看 頒獎典禮的觀看人次 現在已經高達24萬 統神的直播26萬 toys的直播高達48萬 而且最扯的是 他們居然還請他們帶小孩來 請統神他太太還有帶小朋友來 說這是一個非常適合合家一起來參與的 那是不是連這個都是事先say 好的呢 所以他的太太才會當場非常的憤怒 拿著東西帶著小孩轉頭就走 而且他本來沒有想要帶小孩來的耶 是主辦單位鼓勵他帶小孩來參加 參加什麼 參加一個販毒的人跟他的父親有過節 當場在台上做這樣的演出 你覺得這個適合小孩到現場嗎 非常不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統神全家會高度憤怒的原因嘛 那如果他是故意的say 好的 為了我剛剛說的那樣的流量 主辦單位已經達到他的目的啦 因為這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宣傳 連你們都被拖下水 連你們都當了臨時演員 連你們都當了墊背的 所以啊 剛剛很多委員就提到了嘛 你們從107年到112年年年補助 甚至於112年度還補助高達 將近300萬 署長 如果這個連你都覺得他可能是事先say 好的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第一個 我覺得你們應該去調查 要求主辦單位 徹底說明 為什麼有安排這件事情 出自於什麼樣的動機 就是為了充流量say 好 還叫人家家屬帶著孩子來 那如果您覺得跟我們所有的家長 所有的國人 包括本席一樣 覺得這個太離譜太over了 這恐怕不是你們說跟你們無關 要求他們道歉就可以囉 如果是主辦單位為了充流量 刻意say 好 做這麼惡劣的事情 那你們應該要採取一定的懲罰性的作用吧 你應該要求主辦單位 第一個是不是應該撤換他們負責的工作人員呢 是不是應該對他們的負責人做出一定的懲處呢 還有你們未來下個年度的補助 難道不需要做一定的修改跟改變嗎 這件事情 署長 當然不可能是因為他們一個道歉 然後你們一個切割 就結束落幕了嗎 你懂嗎 因為你這樣子 他道歉 值幾個錢啊 他早就想好了 對他來講道歉一點都不困難 這整個say 好的沖了這樣子的一個流量 這種惡劣的行徑 署長 你現在冷靜想想 連你們都被玩進去了 連你們都被當冤大頭了 不採取行動 絕對會有下一次 這麼加起來 幾乎接近百萬的流量 對他們來講就是最好的鼓勵 這種風氣 一定不可以助長 所以請署長回答 那你們採取什麼樣具體的行為呢 首先呢 先報告委員 我們之所以這幾年 會將他的補助的金額提高 是因為張 我沒有問你為什麼提高啦 為什麼提高 你不用再講了 你現在告訴我 你們接下來的作為是什麼就好了 我們接下來基本上 我們會針對他的活動呢 會做一個檢討 基本上我們補助的立場 都是在選手的培訓為主 所以我們並不是補助他的任何的活動 完全是在選手培訓 我問你為什麼要講我的問題 第一個你們是不是要求主辦單位 提供你們完整的說明報告 沒有說明沒有報告 就這樣子混過去了嗎 第一個是不是應該要求他們提供你們 完整的說明報告呢 你們是不是應該主動的調查 這件事情到底是誰的主意 誰在負責 為什麼會搞出這麼大的一個 這麼離譜的戲來呢 這部分我贊同委員的說法 那第二個 是不是要求他們 內部也要做出他們的檢討 跟具體懲處的作為 這個我們都已經有去告知 然後我們還在進行當中了 好所以他們會有具體的懲處作為出來 我希望他們會有這樣子的 那你要要求啊 他如果不照做你們就不補助嘛 欸 不然你們不是被人家當做鎧子 但是包圍我們還是以選手為主 我們不是要去補助他協會的這個運作啊 我們是以選手的培訓經費 所以你們完全沒有任何的武器 你們你們只能道德勸說 你現在跟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只能道德勸說 他不鳥你也沒有你們也沒有辦法 補助還是要照常 那只有電競協會 只有他們一個人可以鼓勵台灣的電競活動 沒有第二個組織 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了 所以你們完全被他們捏在手裡面 所以他早就算好了 所以他們吃定你們了 是這樣嗎 那個時間已經到了 那不是這樣是什麼 對不對 全台灣都在關注啊 你們要拿出辦法 你不可以讓他們軟頭淺 讓他們吃人口口 你們會變成笑話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科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科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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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